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看下面这条微博 炸酱面是韩国的一道招牌料理 不论在韩剧或者是韩国的电影内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但是韩国釜山的一间餐厅却推出了与众不同的棉花糖炸酱面 香甜柔软的棉花糖加上浓油赤酱的炸酱面 炸酱感觉是一道黑暗料理 不过棉花糖炸酱面一推出 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这个食客前往长线 结果还获得了好评 原来一般的韩国炸酱面在制作过程中会加入砂糖 因此呢韩国的炸酱面吃起来是甜的 所以这道棉花糖炸酱面对韩国人来说也就是不那么诡异了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奉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